在35年前的国际人权日 在台湾的高雄市 有党外人士所组织的一场 诉求民主 自由的游行 遭到了镇报警察的包围 最后是引爆了警民之间的重大冲突 有许多人遭到了逮捕 遭到了审判 这就是知名的美丽岛事件 美丽岛事件对于台湾的民主发展 它到底具有一个什么样的指标意义呢 在35年后 台湾是不是真的能走出 所谓一党独大这样的阴影呢 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 邀请到当年美丽岛事件的关系人物之一 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先生 来谈谈他的感触 施先生您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 我们就先来看看 35年前的这场美丽岛事件 很多人说它是台湾解言 解除党禁 解除暴禁 埋下了一颗种子 您觉得这个事件给台湾的政治 台湾的社会带来最大的影响 到底在哪里呢 我想台湾从194945年 从日本的统治 移转成中国的统治 之后马上发生228事件 228事件 是让台湾的反抗的势力向下 墜落 然后全台湾就进入了沉默的世代 一直到了1979年 美丽岛事件 才让台湾从沉默的世代 统计的世代 然后翻转过来 就是被压迫者 终于从美丽岛事件 从谷底里翻身过来 一直到2000年 导致政党的轮替 它是台湾历史上最重要的 228事件之后 两个最重要影响台湾前途的 一个重大的事件 是 事先我们在今天邀请您来参与 我们美国基因的节目 除了要听听您谈谈对于 美丽岛事件35周年的感触 我们知道您今天在台北 也可以算是一个新闻人物了 因为您今天在台北 还特别提到了 您要慎重地考虑 来参选2016年的总统大选 跟我们来谈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动机和想法呢 没有 我想我一辈子 你能面对一党独大 已经漫长的岁月 那就两党统治的时代 台湾完全没有自由 没有人权 不要谈民主 那我担心现在整个看这一次 国民党全面的溃坏 而且到了2016年 已经无可占价 国民党已经没有可以打 2016的总统候选人的参选者 那如果我们放眼一下 你想一想 2016如果蔡英文当选总统 国会国民党的席次 大量降低 然后整个地方 也是国民党 民进党掌控 绝大多数的现实党 那是一党独大 想到这一个状况 我就毛骨悚了 我相信 我不相信 所以说高喊民主的人 就会真的掌权之后 会捍卫民主 权力使人抚复 绝对对权力使人 绝对抚复 监督制衡 是绝对必要的 而且国民党的人 跟民进党人 在性格上是很不一样的 你仔细看一看 国民党人 几乎都是乖乖派 如果他的党员 涉及到了贪污的时候 不管林医师 赖复 南投的县长 还有叶胜茂 他们被抓了以后 头都低低的 然后国民党也 马上跟他切割 但是民进党人 只要自己的贪污 被抓起来 马上大声喊 这是政治破坏 然后全党警察 你可以想想看 如果万一到了2016 蔡英文当选 民进党在国会占多数 而国民党根本是 软脚虾 完全没有监督制衡的能力 那整个台湾 又回到一党独大 我真的看到 我真的毛骨悚了 我知道一党独大的恐怖 您是希望能够脱离 这种所谓一党独大的阴影 没有脱 这不是阴影而已 这是历史教训 阴影你还可以说 它是虚幻的 未必是事实的 但是历史的教训 都是活生生的 是 那么我们不可否认 美丽岛事件 它同时也让很多的台湾人 越来越多的台湾人 特别我们看到 今年的太阳花学运 还有当年您所发起的 导扁运动 可以说动员了台湾 非常多人 来关心台湾的政治 那今天同样我们知道 是国际的人权日 我们也看到在香港 在中国也很有 有许多的民众也希望能够 像台湾一样 能够来拥抱民主自由 您对于中国的民主发展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就像今天我们的聚会里头 我最后支持 我讲到说 美丽岛事件 对台湾或者对历史 最后会留下来的 一个教训是什么 我说 这叫自由永远是 抗争者的战利品 绝对不是掌权者的恩赐物 自由都是被压迫者 你要去争取的 你不要期盼 掌权者会主动给你自由 很多人就误以为说 蒋经国是民主的什么 笑话 他是已经觉得 他已经是民主的重点 而且美丽岛事件 已经鼓舞 然后唤起了台湾人民的 反抗的意志 我们坐在牢里头 就像自由的灯塔一样 所以美丽岛事件 给台湾人 我想也给中国人民 或者香港人 最重要的启示 就是自由永远是 抗争者的战利品 绝对不是党权者的恩赐物 喂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施明德先生 抱歉 因为我们刚刚时间有点 这个延迟 所以没有听到您的最后说法 那么施明德先生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 最近在台湾也有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就是所谓的释放陈水扁的议题 施明德先生您还在线上吗 我刚刚没有听到您在那边 我以为你断掉了 对不起 施明德先生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也注意到最近在台湾 就合一选举之后 各界都有声音说 这个要释放陈水扁的呼声 您对此好像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谈一谈 我想 有两个方式处理 一个是政治上的特色的问题 那是出于总统的权利 第二个问题是利用保外就义 我认为台湾的保外就义的条件 的确太严苛了 应该下降 否则每一个脑里头被保外就义出来 就等于纵死一样 我同意保外就义的标准率下降 那如果是降到了陈水扁 可以变成保外就义 那么这个标准应该一体适用 不能只适用在陈水扁身上 应该让所有的受难者 或者是受刑人 都可以享受保外就义 如果只适用陈水扁个人 那叫做特权 适用一般的受刑人 的标准叫做人权 好的 特权只适用人权是普世的教育 好的 一般的标准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您 这是美丽岛事件的关键人物 施明德先生 抽空接受我们的美国基因的访问 感谢您 那么有关于台湾政治局势的相关发展 在美国基因的中文网上 我们还有更多的专栏报道 也欢迎您登入查询 或者发表您的看法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